没有耗置的路口 用路人真的要更小心了 域里发生一起车祸 就是在没有耗置灯的路口 一辆小货车及休旅车发生了碰撞 小货车翻覆横躺在地 而休旅车往前滑行 波及到其他车辆和民宅 幸好警销赶到现场和附近的热心民众 一起救出驾驶 双方没有大碍 小货车直接90度横躺在地 而休旅车撞到后 引擎盖冒出阵阵白烟 保险桿更是直接掉下来 往前滑行了几公尺 连路边停在一旁的车也遭波及 整车翘了起来 一部自小货车与另一部自小货车 于通过路口时发生碰撞 并波及到路旁停泛的自小货车以及民宅 警方接货巴后立即到达现场疏导交通 并协助消防队救命伤患 所幸双方驾驶均无大碍 并且都没有饮酒情势 而警方也呼吁 驾驶各种交通工具 以行进路口时 应解除慢行或停车再开 以确保行车安全 没有耗置的路口 用路人真的要多加小心 预理发生一起车祸 就是在没有耗置灯的路口 一辆小货车及休旅车发生碰撞 小货车翻覆横躺在地 休旅车往前滑行 拨起到其他车辆和民宅 而小货车驾驶更一度受困车内 幸好警销赶到现场 与附近许多热心民众一同救出驾驶 双方都没有大碍 后续吊车业者到场协助脱掉车辆 幸好没有造成严重伤势 不过经过路口还是要记得减速满行 记者高松双域正采访报道